俄国媒体消息 乌军在前线五个防区发动大规模攻势 拖中共下水 俄军高调接受中国制无人机 德国防长会晤李尚福之后 明年加派两支军舰前往南海 面对全球议题并肩向前 英国首相下周访问美国 欧罗斯狂卖石油 惹恼沙特 OPEC减产到明年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 乌克兰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 而乌克兰国防部则呼吁全民 对乌军即将展开等待已久的反攻 不要有过度的渲染或者是预测 以防重要的勤资外泄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6月4号上午 乌军在南敦内斯克方向的 5个前线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攻势中动用了6个机械化营和2个坦克营 德国之声报道表示 目前不清楚这次是否是期待已久的 乌克兰反攻行动之一 乌克兰方面始终没有谈到 反攻是对整个1100公里前线发动全面的攻击 还是较小的攻势以削弱俄军力量和设施 俄国方面声称击毙了250名乌军 并且摧毁了数十辆装甲车 而俄罗斯地方官员表示 乌克兰跨境炮击行动4号 已经到达了俄罗斯临近乌克兰边境的 贝尔哥罗德州 本周已经遭到前所未有的多次攻击 有7人丧生 当地的俄罗斯人说 猛人间意识到战争已经到了家门口了 路透社报道 对乌克兰发动大反攻 收获东部、南部、俄国占领土地的期待 不断的累积 但是乌克兰官员一再呼吁民众 不要对反攻行动加以臆测 称这么做可能会反而帮到敌人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影片表示 各项计划仰赖沉默 展开反攻行动时不会昭告天下 影片里有多名全副武装的前线士兵 用手指抵住嘴唇 在原处传来隆隆的枪炮声中 比出安静的手势 呼吁民众保持沉默 片尾更是以基辅当局 渴求已久的F16战机 翱翔天际的画面作为结尾 虽然乌克兰国防部请民众不要多谈反攻 但是总统泽伦斯基在接受 《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 期待已久的反攻已经完成准备 这几天乌克兰的反攻也表现出了一些势头 继乌克兰首都莫斯科遭到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州的一座炼油厂 日前又遭到了攻击 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源指出 乌军第十军6万余人已经抵达了 扎波罗热州的科米舒瓦哈 沃利尼扬斯克和波克罗夫西克等兵力集结点 在扎波罗热南部的交火线 乌克兰方面一侧的库班、胡里埃伯勒和弗勒达 早已经部署了2万人的一线部队 在这个方向上的乌军还有一支大约2万人的总预备队 安插在巴普洛格勒的附近 可以随时增援乌军突击部队的侧翼 同时另外有4万人的乌克兰突击部队 部署在顿内斯克州的巴赫木特以及福塞尔斯克方向 而在卢干斯克方向 乌军大约有6万人分布在库普杨斯克至宏利曼的战线上 综上所述包括赫尔松方向的作战部队 乌克兰32万主力部队已经在4大战场上待命 主攻方向是扎波罗舍和顿内斯克 马利波附近的尤里夫卡村被俄军占领的 前亚素军团总部的建筑6月1号 也被乌克兰武装部队实施精准打击 造成100多名俄罗斯军人的死亡和400多名俄军的受伤 斯文斯基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 反攻行动可能以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 并且提醒成功得来不易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且代价高昂 在美国和欧盟一再警告 中共想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致命性武器援助 会产生严重后果 并且有7家中国公司因涉嫌支持俄罗斯军工企业 或遭欧盟制裁的背景之下 俄国媒体日前高调的宣传 俄军的前线部队获得了数千架自杀式无人机 这款四轴式小型无人机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国的民用产品 但经过改装并且配置炸药之后 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 据俄罗斯媒体俄罗斯之春报道 这些无人机被整齐的排列在地面上 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房间 两名俄国的士兵表示 这些无人机将为前线带来很大的助力 虽然这些无人机基本都是由廉价的穿越机改造而来 一般没有自主巡航的能力 主要依赖操作员的控制 且飞行半径只有100到2000公尺 飞行时间大约在15分钟左右 操控难度也是相当的大 但是这些无人机价格便宜 整机价格仅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无人机 能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 无论是温压弹还是手榴弹或者是定向的地雷 都能简单的挂载 并且还能实现精准的制导 精准打击 对坦克和战壕中的士兵造成伤害的效果 足以满足不太要求作战纵身的 一线步兵的侦察和打击需求 美国兰德公司最新的报告称 俄乌双方目前都在前线大量的使用类似的无人机 在每10公里的战线上大约有20到40架无人机在行动 虽然这种穿越机是打折民间用品的旗号 但是可以改装成战场利器 并且能大量的从中国采购 欧盟和美国方面如何处置 外界还在观察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参加了在新加坡 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 这是较长时间以来 德国国防部长首次参加这一亚太安全会议 他在对话期间与中共防长李尚福举行了会晤 而之后他在4号的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各国需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和保护主要海上通道 德国将在2024年向印太地区派遣两艘战舰 皮斯托瑞斯在讲话中指出 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在2021年派出了一艘巡防舰 前往印太地区 2024年将会再次在这个地区部署海上资产 这次将是一艘巡防舰和一艘补给舰 他说这次部署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 恰恰相反 这些部署致力于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我们都已经签署并应从当中受益 无论是在地中海孟加拉湾还是在南海国家 但是中央社报道说 这番话显然是针对中国而来 报道认为 德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 在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 权衡做出的决定不容易 在西方对中共领土野心的担忧 逐日升高之际 德国的做法被认为是对其他西方国家的配合 加入了阵营 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德国之声报道 皮斯托瑞斯在安全会议上呼吁欧洲与亚洲加强合作 他说当受到挑战时 我们必须捍卫我们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鉴于印太地区的意义不断的在增加 印太地区紧张情势的加剧 甚至是武装冲突 对欧洲和德国也不会是毫无影响 因此德国感到有责任 为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德国希望未来几年将加强相关的努力 当时皮斯托瑞斯和中共防长李尚福会晤的时候 还呼吁中国停止招募德国联邦军退役飞行员 为中国提供培训 英国首相苏纳克下周将前往美国进行访问 英国首相府声明说 苏纳克将拜访白宫与拜登举行双篇会谈 双方会聚焦如何促进经济交流 及如何在俄乌冲突当中 持续地对基辅的军事援助 但是苏纳克此行还不涉及 英美两国正式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党宁街发言人表示 本次访问对英国而言将是一个机会 首相和拜登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 一直保持着讨论 如何加强英美两国在面对未来经济挑战时的合作 还有如何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报道说 这是苏纳克就任英国首相以来 首次访问美国首都 苏纳克是在今年3月份接受拜登的邀请的 正式访问华盛顿之前 苏纳克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建立密切坦诚的关系 将无比的重要 面对几乎所有全球的议题 我们都会并肩其力向前 同一天 美国白宫也发布了苏纳克访问华盛顿的相关声明 并且称两国领袖将会一同观看一场由华盛顿民族队与 那响伟舍队的棒球赛 专家指出 虽然英美贸易协议目前还没有落实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两国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的立场上 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4日在维也纳举行部长级会议 决定不改变今年的石油减产的计划 OPEC联盟主席产油大国沙特则宣布 进一步的自愿减产以提振国际油价 OPEC石油生产联盟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主导 会议前夕曾传出俄罗斯近期仍然持续的大量贱卖原油 导致国际油价不涨反跌 这惹恼了努力减产以拉抬油价的沙特 俄罗斯被称为是猪队友 双方的紧张态势持续的高涨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在周日的文也纳总部会议上 这个由OPEC及其盟友组成的23国集团 同意将此前的减产计划延长到明年 在2024年1月份到12月份期间 将联盟的石油总产量 限制在每天4046.3万桶 而沙特则表示 从今年7月份开始 实施为期一个月的额外自愿减产 每天减产100万桶 并可延长时间 这将使沙特自愿减产总量 达到每天150万桶 日产量控制在900万桶 沙特能源大臣本·萨勒曼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 集团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来稳定这个市场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周日也表示 所有资源减产最初定于2023年后到期 现在将延长到2024年底 据报道 在周日的会议之前 欧派克成员国之间 在减产问题上存在争议 谈判一直持续到周六深夜才结束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 你是怎么知道关于六四这件事情的 有人说是听老师讲的 也有人是说父亲讲的 还有人是说在港台的新闻中看到的 还有偏远山村的人都有听在北京打工的同乡回家的时候 讲过关于学潮共产党杀学生的事情 一位网友说 第一次接触到六四 是我八岁的时候去天安门玩 一个卖风筝的老人告诉我说 天安门的地砖呢 英雄纪念碑的石板呢 都是八九年重修的 地砖都被坦克压碎了 纪念碑上布满了枪眼 别看现在人来人往的 当时到处都是血呀 我当时听不太懂 还以为他说的是抗日战争 只记得老人的眼里满是哀伤 还有网友说 那年我还是一个少年 我的民主国家一直在跟进报道六四事件 共匪开始血腥镇压学生的时候 我现在还记得那些照片 肉身挡坦克车 学生推着三轮车在跑 上面全是死伤的学生 李鹏当时是共匪的领导人 现在我是一个57岁的老头子了 观众叶富说 当时影片传到台湾的时候 许多台湾同胞看到解放军持枪扫射 手无寸铁的学生 拖板车上在满了鲜血之流的受伤群众 台湾同胞都激动的哭了 一直在痛骂共产党 怎么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开枪呢 观众曾燕共说 我记得当年我还是个孩子 边看电视边哭 晚上还做了战争的噩梦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坚信中共绝对是一个恶魔政权 不管用什么样的脸孔来包装它邪恶的本质 总是恶习难改 观众家军李说 八九六四那年我17岁 新闻每天爆 突然有一天传来了枪声 坦克人站在坦克车前面 三轮车载着尸体 还是受伤的学生 惊恐到现在都忘不了 今年51岁了 30多年白发苍苍了 土共还在骗 有时真的很难相信 真的有天理吗 关于那个30多年前发生的 中共极力想掩盖的这段历史 没想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播开来 不管什么样的年纪 每个人讲出关于这段历史的故事的时候 都充满了情感 有悲愤 有恐惧 有懊恼 有震惊 哪怕是你刚刚知道这个故事 你都会觉得热血上头 有人说 从八九六四那一天开始 中国人就失去了笑容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 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 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